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之家的全星 说到宇通房车啊 大家会想到哪些词去形容它呢 高品质 更高的安全性 大厂 品牌 没错 更多的形容词它都值得拥有 那今天呢 就给各位带来的是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 来自于宇通的C535双拓展房车 那我身后的这台大家伙呢 是来自于宇通的C535 它是基于EV科6.5吨的底盘打造而来的 那么6.5吨它能够提供更强大的承载能力 当然也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安全 也更加舒适的出行 OK 接下来呢 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款C535的整个外观 在车头的上方是一个大额头啊 这也是咱们的C型房车的一个标配 那么来到车的侧面 我们会发现啊 有一个储物的空间啊 外置的储物空间 纵身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儿呢 是一个户外的小桌板啊 放下来之后你就可以用了 这个小门里面是黑水箱 再看到这儿的话 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了 是一个贯通式的一个储物的空间啊 储物的空间非常大 我们一家人出行六七个行李箱是不成问题 那同时这还有一个小窗啊 它是一个和车内进行互通的啊 非常的实用 再说到这儿呢 是一个户外的抽拉式的柴油灶 打开之后非常的棒啊 如果说我们觉得在车里边做饭 会觉得油烟大 怎么办 户外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那来到车的尾部啊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后拓 那侧面呢 是一个侧拓 那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个贯通式的储物空间啊 另外一个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到车上去看一看 它的内部装潢 好 现在呢 我们是已经来到了车的内部啊 首先我是坐在了这个驾驶的区域 首先说一下它整个驾驶的这个感觉啊 看到这儿是带一个气悬的 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 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支撑性和舒适性 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 带定速巡航 那这辆车呢 是提供的3.0T的发动机 8AT的一个自动变速箱 最大的功率可以达到125千瓦 最大的扭矩也来到了400牛米 能够提供更加强大的牵引力 这边呢 是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啊 这个小东西非常的有意思啊 是什么叫做限高防碰撞预警啊 很有用 然后我们看到整个驾驶区域啊 乘坐区域的里边的装潢 还是非常精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下双拼色的一个包裹 同时采用了一个镀铬的装饰条的出风口 原型的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那同时这边有一个 尤其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这个手刹 一般的手刹呢 可能会放在中间 放在我们这过道中间 但是这辆车C535的手刹 是靠近我们这个驾驶的区域的 这么一来能够为我们提供 更加宽大宽敞的走路的空间 好 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个驾驶区域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整个这辆车 它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休息区啊 包括我们的厨房啊 卫生间啊 咱们慢慢来看 整个空间给我们营造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棒 有没有想到 是我们家里面那种装潢的 北欧的风格啊 整个都是这种木质 浅色的木质的材质的包裹 以及非常细致的特点是 我们的头顶上啊 为什么说是北欧呢 北欧的装修风格啊 真正非常纯粹的是 头顶上也是有这个木板的包裹包覆的啊 同时还有这种皮质的包裹啊 显得非常非常的精致 那我身后呢 这是额头床啊 那么拉下来之后呢 是一个2米2乘以1米39的 妥妥的双人床啊 而且这边呢 有一个大天窗啊 采光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不用的时候呢 咱们就推上去啊 轻轻的这么一推 液压杆的设计非常的棒 是我们女同胞的福音啊 那这是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 好 这辆C535它的整个布局呢 是采用了一个6座三卧的一个设计 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额头床 就是其中的一卧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这个区域 就是整个车里边的一个会客厅了啊 首先坐下来的整个感觉 座椅靠背不是特别的直 那另外整个材质是采用的一个皮质的包裹 再加上一个布衣的一个设计 那么另外它这个座椅靠背啊 也是可以往后躺的 同时啊 这个底下也有小玄关啊 就是什么呢 我们往外拉 哎 它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也是根据你的需要来 还可以啊 轻轻的这么一拉 我们往前移 或者是往后移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辆车能够给我们提供的 这样一个乘坐的舒适性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中间的这块区域了 它是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桌板 有两个水杯架 底下呢是有两个小机关的啊 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的这个面板是可以向外拉啊 同时也可以向左右移动啊 四项的一个面板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机关在这儿啊 就是我们把它这么一按往下按啊 那么按下去之后 它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非常面积不错的小的儿童床 它提供了四个USB的一个接口 以及两个电源的插座啊 那方便我们在生活啊 或者是出行的一个需要啊 满足我们的电力的需求 非常的不错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一个小桌台 非常的棒 那我们站起来之后啊 发现头顶上是非常实用的四个小吊柜啊 那么接着往后走 这边是整个C535最主要的休息的空间啊 我们的卧室相当远啊 那么会发现它这个拓展 因为是双拓嘛对吧 我们侧面拓展开之后 它是一个2米2乘以1米36的双人床 这样一个大床 睡两个成年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边是三个小窗户啊 左右两侧以及后侧的一个窗户 也能够是完全打开的一个状态 既保证了我们的采光 也保证了我们的一个通风的效果 这边呢有一个包裹啊 是一个材质 类似于这种绒布的一个包裹 摸上去手感非常的棒啊 很有家的感觉 那么再往这个上面看 这边呢 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里边是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做了一个格挡啊 当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里边放东西了 不至于我们的物品掉落啊 非常的安全 所以整个后部的空间给我们的感觉 不仅仅是宽大啊 不仅仅是宽敞 而且非常的精致 好 接下来我们到卫生间里边看看啊 这里边呢 是一个吸塑一体的材质 非常方便 我们在后期的时候 进行一个清扫和打理 还有一个独立的淋浴头 我们的一个化妆镜啊 这儿呢 是一个赛特福德的一个旋转的马桶啊 在里边这样一个空间的话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在我的左侧 这边呢 是一个满足洗红一体的 三公斤的一个洗衣机 非常的实用 非常实用 那这边是一个面盆啊 这边是植物架 水杯架 都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空间啊 我是1米76的一个身高啊 站在里边的话 你看 还是非常的宽敞的啊 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我们家里边的厨房啊 这边是一个三合一的水龙头 这是一个抽拉式的水管 非常的方便啊 我们在洗菜啊 任何的一个角度 都是可以照顾到的 这是一个不锈钢的水槽啊 非常的皮实耐用 那整个桌面啊 这个台面的材质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有点像什么呢 这种大理石的一种材质啊 看上去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拓展式的一个小桌板啊 方便我们的这个拓展的空间 切菜啊 放东西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儿的话 我们看到头顶上是 KME的一个 行柱直流变平空调啊 非常的方便 也很好用 这是一个吸油烟机啊 都是常规的 这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置物架 可以挂 可以放啊 这也有 那么同时 小细节啊 这也有一个电源的插座 那么这儿呢 是抽拉式的一个抽屉啊 同时它的阻尼感非常不错 我为什么说这个车 很多的一些小细节 小心思 我个人很喜欢呢 你看它的这种阻尼感啊 真的是手感非常的棒 两个抽屉一个柜子 这边呢 是一个雨通房车的一个 整个的多媒体的控制面板啊 点开之后啊 会发现我们的灯光设置 里边有顶灯 氛围灯 还有我们的 这阳棚的一个灯带 都是在这里可以进行调节 包括我们的设备 暖风水路 以及我们双拓的拓展 都是集成在这一块 面板之上的 出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踏板呢 它是一个联动的踏板 我们的门开了之后 它就自动打开了 那最后呢 这辆车是采用了 220的清水 60的灰水 3000的逆变 以及800的锂电 还有840的太阳能面板 你喜欢吗